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刚刚建立起来的好感 立马就被游戏一开始所谓及时演算的动画压了下去 空旷的背景 毫无盛气的植物 感觉像是用胶水粘成一坨的人物 都无时无刻的不提醒着我们 这是U3D引擎 进入游戏后的体验则是 高画质和重画质整体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游戏过程中 人物跑动时 前方经常会出现一棵树或者许多草 这明显是优化的问题 还有一点 玉天祥目段开服当天 也就是8月27号早上10点 小编进游戏玩的时候 战斗画面是这样的 而第二天 小编想玩的时候发现更新了补丁 进游戏后战斗画面又是这样的 道理咱都懂啊 明显恶解了不少 不过奇怪的是 有些时候打在怪身上会出黑血 有些时候则什么都不会 这样的不同意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画面依然不是我们的长项 无论起声音的话 早于玉天一个多月前发售的《线线奇亚传6》 无论是配音还是音乐 都算得上是日系游戏周二配音的国际主流水准了 当然 小编并没有说音效 可是玉天的声音呢 小编甚至以为是粤语团队在搞 台词水准大概也是网络全幻小说的级别吧 游戏音乐 号称花了大价钱请百人规模的交响乐团来演奏 但是小编并听不出来多么优秀了 也许没有画面 人物 背景多方面的配合 再优秀的音乐也只能不过不失了吧 总体来说 当然我们不能对现在才刚正式起步的国产单机游戏 做太高的要求 小编甚至不知道玉天的制作成本 有没有国外的三月大作的十分之一 但是还可以猜到 花在这个游戏身上的钱 甚至比国内热门点的网游也是远远不足的 玉天的《小莫传》呢 因为成本有限 必须在很多地方限制成本 而声音和画面肯定是最优先的选择 因为这两个地方想要做好 实在是太匪浅了 玉天小莫传虽然是一款动作游戏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机关解密的元素 不过这些元素都做得比较简单 算是搞个潮流吧 不过每次看到机关就在眼前 走过去的时候 总会刷出很多小怪 这种设定有时候让人感到有点烦啊 没有必要在每个机关前面都安排不过固定的小怪嘛 游戏中也有隐藏的挑战关卡 这些关卡打完以后会掉落一些接受服装的物品 由于玉天一周末只能选简单单度 所以这些关卡在简单单度下打过了 以后就没有再打到必要了 游戏并没有太注重人物的整体刻画 而是展示了各个角色作为突出的那方面性格 例如皇甫的孤高 方景的饥饿如愁 情血的单纯与直爽 叶宁蚁的温婉大方 这也是我国 或者说整个亚洲影视与游戏界共有的特点 不会像欧美风格 将人物的多重性格 人格矛盾表现得那么全面 但是这种单方面的性格刻画 也能让玩家更为容易地看清和记住游戏中的角色 从片头动画就可以看出 玉天的剧情 估计又是受到了哪个网络全幻小说的影响 时间都是按几万几亿年算的 游戏采用的是加空的背景时期 共有四位主角 除了刚开始就可以控制的皇甫云昭以外 后续过程中其他三人也会加入队伍 四人都是跟片头中所讲的神器有关 总体来说 游戏剧情还是比较接地气的 没有大制作的波澜壮阔 没有大场面的热血沸腾 但是却可以圆你一个拯救世界的武侠梦 作为一款动作游戏的重头戏来了 玉天小木钻在刚发售试玩版的时候 出招是方向键加攻击键的组合 玩动作游戏和格斗游戏的玩家都知道 这种操作需要玩家寄清技能的按键组合 有时候战斗正激烈的时候可能会按错 后来玉天把操作改成了 直接用键盘上的一个键加攻击键的组合 这样做的直接感受就是操作简单化了 而动作游戏体验的重重之重就是打击感 小编虽然不能打中脸说 玉天小木钻的打击感非常优秀 但是对于常年玩网游和手游 感激不到打击感的天超大众玩家 出上手的时候 肯定也会体验到打击时的硬直 画面抖动 以及配合的不那么完美的音效 所带的拳拳到肉的感觉 就以目前国内市场的游戏水平来看 玉天的打击感做的还是可以的 虽然跟国外大作还是很大的差距 不过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国内厂商在这方面的良心性进步 四个人物的攻击方式和技能都不一样 两个男的是近战 两个女的是远程 主角黄浦银钓用几 攻击范围大 攻速慢 男人号方几用剑 攻速快 平率高 鱼主勤血 用母剑 女二号 你也你你 是个法师 但是游戏战队评分 是按招式的多样心算的 并不是看连击数高不高 想要打高评价 多切换人物换招式就行了 但是高连击数 又可以增加攻击力 至于那个数字 就是给你好看的 但是四个人物的闪避 和跳跃动作 感觉都很僵硬 跳跃的感觉 就像是汉地拔冲了 战斗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空气墙 形成一个战斗的场所 但是这空气墙做的又不是很好 战斗时候 没有明显的边界提示 必须玩家撞上去 才会有空气墙的显示 有时候呢 碰到空气墙 还会有被卡住的感觉 对战斗的体验 造成了很不爽的感觉 游戏到后期 四个角色都加入了队伍中 非战斗状态下 切换人物是秒切 而战斗状态下 需要等待五秒 才能再次切换 没有被控制了 其他三人也会被怪物攻击 也会攻击怪物 但是攻击力很低 相应的 受到攻击伤害也很低 有时候他们会卡在那儿不动 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吐槽的 只论队友AI的话 就算是国外大厂 也没有几个能解决好的 因为游戏必须要打完简单难度 才能挑战普通和困难难度 这样的设计小便感觉很奇葩呀 一般来说 不都应该先开启简单和普通两个难度 二周目的时候 也就是玩第二遍的时候 再开启困难难度的嘛 然而玉天强梦传这样做的话 不是要逼死 不玩简单难度强迫症的患者吗 第一遍通关以后 在玩第二遍的时候 相信有不少玩家会跳过普通 直接选困难难度吧 作为一款半强之心二周目的游戏 二周目的动力 除了自己的操作挑战 就是收集物品 解锁衣服和发型了 暂时各章中的隐藏观看挑战 掉落物品是固定的 打完一遍以后 基本上又没有打第二遍的必要了 要是在二周目把东西都收集齐了 那三周目就真的只有打怪玩了 最后吐槽一点 玉天强梦传玩的时候 必须全程联网 作为一款纯粹单机游戏 全程联网对于学生党 和住房住没有网的玩家 这一点太知名了 有很多需要的玩家 你会不会像一般的玩家 有很多玩家 这些玩家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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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